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爱做饭但是今天没做饭的鱼头萨妈 其实我今天买了鱼肉,但是不知道做什么 突然看到超市有卖饺子皮,突然灵机一动 哎呀,我不是在网上看过那个超好看超好看超好看的玫瑰尖角吗 这饺子的过程图拍出来发微博 肯定又是一波点赞转发评论收藏呀 那还说什么,露起袖子就是干呀 然后我就把鱼肉多得血肉模糊的 加上了许多颜色丰富的配料 先想着,嘿呀,我这么厉害的鲜料做出来的饺子一定超好吃的 但是开始包饺子的时候,我就先入了第一个难题 你看玫瑰尖角是这样包的 首先你要做一个扁平的五环 啊,五环,你彼此环多一环 然后要把这个肉先放在五环中间 然后把它堆折卷起来 那么问题来了,这两片面皮中间放的肉 根本就不够我吃的呀 我做了一盆的肉,但是只买了20张饺子皮 做一个玫瑰尖角就要叠五张 一个玫瑰只要这么一点点肉 你们看到了吗,就这么一点点哦 你让我做的肉情何以堪啊 所以我就想尽可能多的放肉 然后得到了一个肥胖症玫瑰 然后第二张我终于吸取教训了 做了一个正常版的玫瑰 但是这珍妮玛太废饺子皮了 于是我只做了那两个,用来发微博 剩下的全变成正常的饺子了 然后就是正常无聊的煎饺子呗 然后我度过了漫长的20分钟 打开锅看到成果这么好看 我还蛮感动的 辛苦也算是没白费啊 结果你满咬了一口我就哭了 全都是皮呀 同学,你想当花卷就直说好吗 不要再骗我你是饺子了 而且我用的馅料还基本是白色的 根本就看不到肉 你说你还让我吃什么呀 你以为你长得好看我就会吃你吗 长得好看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还是老老实实包的饺子好吃 哼,什么玫瑰仙饺 再见